植物蛋白粉 vs 鱼青蛋白粉 哪一种是最好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频道是帮你和你家人做更平致的健康选择 不想错过的话就记得订阅和按个钟键 现在有很多辩论关于吃哪一种蛋白粉好 要吃动物来源的鱼青蛋白粉 或者各种植物来源的植物蛋白粉 要决定要吃哪一种蛋白粉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知道不是全部蛋白质都是一样的 鲸蛋白粉不是单单看蛋白质的含量 例如一个食用有多少g的蛋白质 更重要的是那个蛋白质的质量 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氨基酸含量 讲完氨基酸 我之后会分析几种普遍的蛋白粉 和分享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 OK 首先什么是氨基酸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基本单位 即使说蛋白质分解到没得分解之后 剩下的就是氨基酸 一共有21种氨基酸 而人体需要全部有一种氨基酸来制造很多东西 包括细胞、抗素、抗体、荷尔蒙、肌肉 连我们的头发和指甲 都是需要这些氨基酸制出来的 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 蛋白质、碳水化物和脂肪 是我们人体的恒量营养素 不重要我们都不会叫恒量营养素 所以在饮食中是不可缺少的 蛋白质有分为两种 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 这个就depress on 蛋白质的氨基酸造成了 完全蛋白不是说它有齐全部21种氨基酸 而是指定它有齐九种必需氨基酸 和足够的分量 这些氨基酸是人体制造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从饮食中摄取 而其他十余种非必需氨基酸是人体可以制造的 就是这九种必需氨基酸 决定了哪一个蛋白质是完全和不完全的蛋白质 如果是不完全蛋白质的话 就表示它要么就没有某些必需氨基酸 或者它某种必需氨基酸的分量是不足够 OK 乳清蛋白是从牛奶提炼出来的 它是一种完全蛋白 值得提一提的是全部动物来源的蛋白质 包括肉类、鱼、牛奶、芝士等等 都是完全蛋白 但是牛奶很多都是从菊子牛 和它们大多数吃的东西都是基因改造的粟米和大豆 还有它们都是打了激素的牛 所以我就建议你选草质和无激素的乳清蛋白 我现在就在吃这个牌子 可以是从草质和无打激素的牛 我会在下面分享那个iHerb的连续 但是因为乳清蛋白是来自牛奶 它会有乳糖lactose 所以乳清蛋白不适合对牛奶国民的人 好 我现在就分享三个最常见的植物蛋白粉 第一就是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是完全蛋白 它有齐齿全部必需氨基酸 但是大豆的坏处是大多数大豆都是基因改造 所以可以的话就找有机的大豆蛋白粉 另一个关于大豆的争议性是大豆中含有isofluens 以往酮 以往酮是一种类似刺激素作用的化合物 所以都称为植物性刺激素 很多科学研究得到不同的结论 有些就说大豆蛋白粉会影响男性荷物 有些又说没有影响 以这种植物性刺激素对类性都有负面和好的影响 因为目前对于大豆蛋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食的分量和次数 而我自己就尽量不用大豆蛋白了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蛋白粉可以选 但是又不代表我完全不碰大豆的产品 例如豆腐、豆浆、豆腐花我都会吃 又因为大豆又好像牛奶一样 它是最上级的食物过敏源之一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它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蛋白粉都慢慢不用它 第二个植物蛋白就是碗豆蛋白 碗豆蛋白是由黄碗豆制成的 碗豆蛋白都有9种必需氨基酸 但其中一种氨基酸叫methionin的含量不够高 所以碗豆蛋白不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的蛋白质 在左边的column是WHO比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定的每日必需氨基酸的标准 因为碗豆蛋白不是归类为8大食物过敏源之一 所以很多人都会合吃 这个也是碗豆蛋白变得越来越流行的其中一个原因 第三就是大麦蛋白rice protein 虽然大麦蛋白也是包含全部的必需氨基酸 但是其中一个叫lisin含量太低了 所以它也是不完全的蛋白质 我将刚才所提的4个蛋白粉 根据它们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 都放在这个标题上 其实在这个表里你可以看到 大豆的methionin都是低于每日需求 和碗豆的数值差不多 因为不同地方种植的豆类会有些差异 有些大豆的methionin可能会回答到每日需求的分量 但是可不可以回答都不重要 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了 还有一个因素可以帮我们评估蛋白质量 就是DIAS Digestible Inexpensive Amino Acid Score 它是基于人体必需氨基酸和消化率来评估的 旧的方法是用PDCAAS Protein Digestibility Corrected Amino Acid Score 但是由于它有局限性 所以DIAS比PDCAAS更合理和更好 它们两个分别我在这个视频就不讲了 因为一讲就会很长 这整个视频就会变成一个营养学课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在下面share一条link你可以去读 我们在这个表里看到 预清蛋白的DIAS score是1.09 大豆是0.9 因为它们又容易消化又是完全蛋白 好像刚才也有说到 碗豆蛋白和大米蛋白都是不完全蛋白 因为它们缺少某些必需氨基酸 但是当我们看这个table 我们就可以分别它们两个蛋白质的质量了 从这个table我们看得出 碗豆蛋白的DIAS的价值是大米蛋白的两倍 这个显示到虽然碗豆蛋白都是不完全蛋白 但是它是接近完全蛋白的level 大米蛋白都是不完全蛋白 但是它的蛋白质的质量就比碗豆蛋白差点了 所以如果只给你选碗豆蛋白和大米蛋白 那就选碗豆蛋白了 所以这个DIAS是可以作为选择蛋白质的参考 虽然植物蛋白质有比较低的DIAS数值 但是很多植物蛋白粉会结合不同的植物蛋白 就可以包含所有必需氨基酸的变成完全蛋白 例如碗豆混大米的蛋白是很常见的 我现在用的碗豆蛋白粉都是混混了QINWA的蛋白 所以比植物蛋白的话 如果你不是从单一来源的植物蛋白来获取蛋白质 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些数值只是用你参考 你当然要看那个蛋白粉是不是适合你 任何蛋白粉如果你喝了不舒服 或者你有便秘 那么高的数值也没用啦 那最后哪一种蛋白粉最适合你呢? 鱼青蛋白和植物蛋白粉 两种都可以帮你搭到你每日所需的蛋白质 如果你做充分的话 它们也可以帮你增加肌肉和肌肉的恢复 如果你不是纯素食者 和你对牛奶没有过敏 鱼青蛋白是最好的 对于纯素食者 大豆蛋白或者碗豆蛋白 都是你的最佳选择 但是如果你想避免之前提到的大豆争议性 我就会建议你选择碗豆蛋白 就是我个人意然 草字、鱼青和碗豆蛋白 这两种我都有吃的 当我想做水果Smoothie 我通常会用碗豆蛋白 因为鱼青蛋白会有点奶酥味 和水果搅拌一起之后的味道就没那么夹 用碗豆蛋白做出来的水果Smoothie更好喝 但是这个只是没有个人欺负 从来这么分手 总结来说 无论你是不是素食者都好 简完全和不完全蛋白粉 其实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因为它只是辅助 主要的蛋白质内容 是应该从原来原谋的食物中摄取的 记住蛋白粉只是一种补建品 可以用来补充你的蛋白质 不是用来代替 我今天要问你的问题是 你喜欢鱼青蛋白或者植物的蛋白粉呢?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个like 并订阅和分享出去 另外这个频道也有很多视频 关于食物选择和健康生活 所以记得点击进去看看 尽未订阅的朋友就趁这个机会订阅 因为我将会发出更多影片 来帮你提升你对健康的意识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掌握自己健康 达到身心健康 我们下个video见啦 拜拜